停在跑道的无人机 加速后迅速升空 这是台东泰马里的军用靶场 现前就有不少中科院和军方人员进驻 如今只剩穿着迷彩服人员 依次正在操作去年亮相的二代瑞渊 而这里也可能是未来无人机训练中心的所在地 我国现有腾云 红雀围形 瑞渊等机型 中科院正加紧研发 同时与民间厂商合作 开发多款军用商轨无人机 加上队媒采购MQ9V 为营业操作所需求增加 军方规划成立无人机训练中心 将整合各项课程实施征搜勤船 打击诊实战化训练项目 应对敌情威胁 人才代言不是光只有现有的 所以我们有很多从军中退的 这样年龄大一点的人 但他如果操控无人机的话 他没有受到年龄的限制 比较爱他服务的年龄可以大一点 所以我们从多元管道 有些年龄人在这方面 反正就很有兴趣 而且也很专业的 我们把罪人招来了以后 要成立这个班队 要训练大量无人机飞手 总子教官很重要 军方先与民间厂商合作 培训操作手 结训后可担任各军种 中小型无人机总子教官 一年大约320人次 但莱英立委认为 人数可以在网上 你们现在所订定的320人次 只是一个第一标准 如果按照以培训的飞手来讲的话 应该每一年要达到1000人次 所以你们这个数据应该要检讨 1000人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我们会持续朝这个目标 再来去做一个加价 课程上面我们可以来做分级 有意愿的可能是从初级的 这个部分来做训练 当然已经有这个专业的 当然我们会来做分级的这个training 不会讲说一来以后 通通从基础来做 这样的话就会浪费了 其他人员的时间 我们从这方面来努力 从培育种子教官到成立训练中心 军方加大队无人机投资 强化不对势作战 明镜需要看伦敏宙 台北报道